花蓮市北冰外环道11号早上8点 一直到15号下午5点 一连五天要进行年度的维修保养工作 车辆必须改由北冰街或者是海滨街来通行 而另外15吨以上货车 在管制时段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8点 是禁止行驶在北冰街和海滨街的 提醒所有的驾驶人要特别注意了 北冰外环道大部分都是沙石车辆行驶 经常会掉落沙石 预计在两侧排水沟 而车辆排放的废气更容易污染墙面 因此施工所在农历年前都会安排时段来清洗外环道 让民众有个干净的交通环境 农历年前我们会做相关的一个街道 跟我们地下道的一个清洗工作 那这一次我们预计在1月11号到1月15号 在北冰外环道来做相关的一个清洁活动 那封的部分是从早上8点封到隔天的早上8点 那我们是整个全天 那预计是到15号的下午5点来做结束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用路人都能够来配合我们做清洁的一个过程 那也做基本的道路上面的养护的部分 那我们是受花莲县政府委托来做相关的管理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在这个道路整理完以后 也能够迎接过年前让大家有患然一新的感觉 那再次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 也请我们花莲市民朋友都能够互相 跟我们亲朋好友告知相关的讯息 年度税修保养工作包括了墙壁地面和排水沟的清洗 因应农历新年的到来 我们每年都会在北冰外环道 还有中山地下道进行道路的清洗的工作 那我们道路清洗工作的项目主要是墙壁 墙壁因为经过长年的污垢 然后要把它冲刷干净 另外地板的部分因为我们这是沙石专用道 经常会有沙石车掉落的沙石 所以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沙石给清掉 那因为平常车辆多 执行起来不容易 所以我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进行封路来做整理 市长出了指示 清洁队要加强宣导及提前告知 也提醒民众在管制时段一定要遵守交通引导 不要散致闯入 以免危害到施工人员安全 北冰外环道从1月11号上午8点 一直到1月15号下午5点封闭 车辆要改由北冰街或海冰街通行 另外15吨以上货车在管制时段 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8点之前 禁止行驶北冰街和海冰街 提醒大货车驾驶要注意以免受罚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